新北市议员刘哲章选在10月10号国庆日这一天 举行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包括了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还有立委蒋万安 艺人白彬彬等人都出席站台 众人除了展现爱国之心 也拜托选民要团结一致 一起来支持刘哲章能够再度连任 10月10号双十国庆新北市议员刘哲章 特别选在这一天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现场骑海飘扬 还安排了一队将国旗迎入会场当中 气氛相当高昂 新北市长朱立伦在市民广场升旗活动后 特地赶来站台 并表示这几年来新店建设完善 包括环状捷运安坑轻轨都已经动工 只有民进党还在谎言瞎扯看不到 安坑县正在积极的施工跟进行 我相信所有新店的市民都看到了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当然民进党还是没看到 因为刘哲章也在议会听过 他们都说还没动工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 让我们用选票来打败谎言好不好 国庆假日行程满党四处赶场的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也不例外 抵达刘哲章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现场时接受媒体访问 除了一再强调国家要团结 更不时的说要用正向力量让国家可以往前走 并肯定刘哲章长期来为地方上的打拼 希望未来可以携手一起为新北市努力 随后由侯友宜在台上授予留着张战旗 推动着大旗动算的呼声不绝于饿 让现场再掀起一波高潮 而在这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出席的还包括了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 前台北县长周西伟 立法委员蒋万安 以及艺人白彬彬等等 多位重量级的贵宾轮番上台拉票 白彬彬更是现唱了歌曲为留着张拉台声势 我希望这次选举在新店 只有蓝天全胜好不好 好 只有蓝天全胜好不好 好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同胞 好 这次就是要让民进党 输得烫口倒掉好不好 好 华城路的拓宽 而且安坑轻轨前一阵子 这个贯通隧道的启用典礼 而且他很关心我们学生孩童的安全 吉人陆桥 他也在三年把它争取到经费 把它盖好 真的是了不起 议员留着张表示八年来他走遍了辖区每个角落 跑了三万多长的行程 除了大型建设光是小型建设经费累积起来就超过了一百亿 他以房子盖一半不能换师傅为例 要选民继续支持才能够让新店更好 我相信新店还可以更好 我们文山区乌来平临实定还可以更好 拜托大家 去到一半 留着张霞带着家族势力 用长期生根地方的精神 在国庆之日除了展现爱国之心 更期望用团结之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选票 力拼三连任 记者养榜有陈芳琪新店采访报道